第五个问题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何把握金融结构的内涵 那么在金融发展当中 应该说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金融结构 它是只能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 存在 相对规模相互关系和配比的那么一种状态 任何东西实际上都是有结构的 包括我们课堂内做的 我们有男女比例的结构 有这个各个省份的同学们的结构 是吧 有文科生理科生的结构 可以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结构指标来描述 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些同学们的 咱们这个课堂的结构 为什么要研究金融结构 最主要是考察 考察金融结构的几个方面 金融结构是多层面的 通过考察金融结构的多个方面 来反映这个金融结构的基本状况 那么一般来说呢 考察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金融结构 通常用产业结构 主要是分行业的产业结构 比如说银证保 对吧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信托业租赁业 各自占比多少 这是从金融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 再一个呢 就是金融市场结构 那么我们说现在的市场结构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比重 货币市场当中各个子市场的比重 是吧 然后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当中 各类金融工具的比重 投资者的这个结构 可以做很多的分解 包括融资结构 我们可以说是直接融资 还间接融资 内缘融资还是外缘融资 是属于这个股权融资 还是债权融资 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考察融资结构 那么这一概念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包括金融资产结构 金融资产前面讲了 是对谁而言是自查 持有者对 对持有者而言 才是金融资产 那么这些金融资产 它可以是现金 还可以什么 对 证券 证券还可以细分 是吧 分债券 分股票 分基金 是吧 你分 包括你还有保险 都是金融资产 那么我们说呢 这是金融资产的结构 就是各类 从持有者角度来看 你的金融资产的构成配比 再一个呢 就是开放的结构 金融开放结构 是吧 你资本流出流入的 也有一个结构 外资金融机构 在你本国的 和你本国金融机构 往外走的 有多个方面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 金融结构的基本状况 那么应该说呢 金融结构 之所以把金融结构 放在我们金融发展 这一章来讨论 是因为金融结构的优化 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说金融发展 它包含了两个 最基本的层面 一个是总量的增长 对吧 我们前面 包括给大家描述的 众多的各种数据 都可以反映出 它的总量增长 那么这种总量增长 它所带来的是什么呢 或者说它反映的什么呢 是整个金融业的规模 和产业的能量 就你金融业 你有多大规模 你总共有多少金融资产 你金融机构 有多少金融资产 金融市场上 有多少存量 那么包括中央银行 你的资产负债表上 有多大规模 它反映的是 整个金融业的规模 和产业能量 它反映了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的速度 以及经济金融化的广度 经济增长越高 水平越高 或者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显然金融总量 也必然会增长越快 因为你所有的经济增长 最后都要变成货币 都要变成 那么另一方面呢 也是过去我们不太重视 但是这些年来 我们已经非常重视了 就是结构的优化 结构的优化 主要是什么呢 它体现的是 金融业的功能和效率 就是你说 我们国家的总量 比如说我们的货币量 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存量 我们的债券市场存量 我们货币市场交易量 我们的保险的保费额度 你从这些数量指标 可能跟很多发达国家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不是就意味着 你金融发展水平高呢 那不一定 为什么 人们更多要观察的是 你的功能和效率怎么样 那么这种功能和效率怎么样 主要是体现在 你的结构是不是优化 我们说如果只有总量的扩张 假定我们说 我们都是货币性资产 我们的金融专项结构 就是货币性资产 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 和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我们就是货币 我们因为没有任何金融市场 没有任何其他的金融资产 那个时候我们货币量 跟当时比 我们百分之百的货币 对不对 那么你说那种金融发展 它肯定是不是一个高水平的 肯定是低水平 为什么你金融结构太简单了 太原始 而根据学者的研究 特别是葛德斯密斯 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 一个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学者 那么根据他的研究呢 金融结构的复杂程度 跟这个优化呢 基本上是成正比 特别是在结构复杂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 前期成正比 就是他有一个提升 提升功能和效率的 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呢 我们说要想提升金融业的功能 必须要优化结构 要想提高效率也必须优化结构 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 你这国家金融发展的水平高低 层次怎么样 你是低层次的 还是中级层次的 还是高级层次的 包括呢 经济金融化的深度如何 而不是广度 广度是指的 你这个量和体量很大 而这种深度 我们说最主要是看你的 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功能效率当中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还有很多分析指标 包括你满足 为实体经济满足程度 包括风险管理的程度 以及各种成本 交易成本的降低程度等等 所以呢 对于金融结构来说 为什么要研究金融结构 实际上是金融发展内涵当中 非常重要一方面的一个要求 我们说的金融结构呢 应该说各个国家 它不按发达和欠发达这样来划分 可以说它是按照分类来划分 可以分成很多类 那么在各个国家 它是不同的标准 也有很多的分类 比如说可以分成银行主导型的 和市场主导型的 那么银行主导型的呢 主要是以银行业为主体 以货币性资产为金融资产的主体 以银行业作为产业的主体 融资主要是间接融资为主 那么这一类都是银行主导型的 或者叫机构主导型 另一类叫市场主导型 那么它最主要是依赖于 就是非银行金融机构 非常活跃 金融市场级为活跃 主要的投融资者都是通过市场交易 来满足它的需求 那么这样呢 我们说这一类金融结构 那么称之为市场主导型 在国家的层面上来考量呢 发达国家有银行主导型 也有市场主导型 银行主导型的国家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德国和日本 他们是银行主导型 就在他们的整个的金融结构当中 银行业的产业占比是最高的 间接融资在融资结构当中占比最高 货币性的资产在整个资产结构当中占比也是最高 那么美国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国家 那么它的市场非常发达 以及呢为市场服务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发达 所以投行在美国是 是属于领头羊的这个金融机构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当中有非常高的地位 因为它是市场主导型国家 那么在美国呢 大量的投资者也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 这种不同的金融结构 曾经在理论上也有过很大的争议 到底哪个好 有人认为市场性的好 像美国 因为美国走的毕竟还是领头羊嘛 是吧 它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是走在前面的 所以原来我们国内 这个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当中 很多学者主张 就是照着美国模式走 把美国当老师 照着美国模式走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 我们国家的金融结构 和日本和德国更接近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金融结构 它原因很多了 但是不同类型 所以有人认为 我们跟日本跟德国更接近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继续走 这个以银行业为主导的 这个结构 争论很大 那么次贷危机之后呢 似乎这个争论高一段落 现在不提这个了 那么因为确实美国的经济 特别是金融体系出了问题 但是不是说 因为它出了问题 所以市场主导性就不好 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只能说 在市场主导性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果不注意防控风险 那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只能得这个结论 如果把风险防控好了 从效率来说 也可能市场主导性的效率更高 那么这是需要做时尊研究 才能得结论的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 都是发达国家 为什么金融结构会不一样 大家知道美国和日本经济也很发达 那么原来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 对吧 德国在欧洲是领头羊 那么他们两个都是银行主导性的 这个是市场主导性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不光是美日德 那包括英国 包括有很多像新加坡 有很多不同的国家 金融发展程度很高 国家金融结构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来阐释 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金融结构 因为基础性条件不一样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 那么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这一条对于金融结构的约束力 是非常之强的 我们不能想象在一个以物物交换 为主要商品交换方式的国家 有发达的金融业 那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商品化是第一位的 你首先要商品化 就跟我们前面讲货币的时候一样 货币是跟商品紧密相关的 对吧 你都用货币作为手段来进行商品交易的时候 那么你金融发展才有了基础性的条件 第二呢 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金融的发展 它都是有匹配性的 社会化大生产 它要求有非常发达的金融业与之匹配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在运作 换句话说 在运作的是社会资本 而且那种巨额的社会资本的运作 但是呢 如果是小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 经济这个区域或者是这个经济体里面 那你不可能有非常现代化的金融业的发展 没有这样的需求 换句话说没那么大的量 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交易需求 也没有那么大金融市场 所以呢 商品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这种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那么第三个就是信用关系的发展程度 我们前面讲过了货币 讲过了信用 而在信用当中 我们也强调了多种信用主体的形式的各种信用 对吧 企业信用 银行信用 个人信用 包括政府信用 国际信用 多种信用关系 信用关系越发达 金融结构就会越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构成金融结构的这些基础元素 都源自于信用活动 我们说货币市场的发达 它取决于商业信用 取决于银行信用 而资本市场的发达呢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股份信用的发展 取决于企业信用的发展 和国际信用的发展 那么应该说呢 各种信用关系的发展程度 它对于金融结构是有基础性的一个作用 第四个就是经济主体行为的理性化程度 我们知道经济学一个最重要的命题 就是经济主体的 它的行为应该是理性化的 就是能够趋利避害 这个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如果说经济主体的理性化程度很低 换句话说 它没有起码的金融意识和金融理念 或者说它不大计较这个 所谓的权衡利弊得失的这个 它只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种理念 比如说我就想保个本 我把钱不管有没有什么收益 是正利率还是负利率 我只要图个安定就行了 先安理得就行了 别弄弄我睡不着觉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它就不可能构成很复杂的金融结构 只有经济主体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时候 它会非常精细的来理财 会对各种信息做出非常灵敏的反应 那么这个时候金融结构的复杂程度才会提升 金融工具的种类才会越来越多 因为它满足不同的金融经济主体的需求 那么第五个条件呢 就是文化 传统 习俗和骗好 这一点呢 也是解释 就是前面几个条件发展的这个基础条件都一样 但是为什么 会出现不同金融结构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发达国家 那么为什么德国会出现银行业为主导 而美国都是欧洲文化 是吧 因为美国主要是继承的是欧洲文化的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金融结构呢 这个里面因为美国是一新兴国家 它要求这种创新精神 自由精神 所以金融市场是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理念的 那么像德国呢 它相对来说 它欧洲大陆传统比较深厚 而且德国在工业革命之后 一直以来 它的引起关系都是非常的深厚 就在德国的工业化过程当中 它的引起关系 银行和企业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日本也是这样 引起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它的银行又是传统银行 又是全能的一种传统银行 就是它为德国的企业提供全套的周到的金融服务 所以呢 对于企业来说 我只要有一家这个银行 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 实力比较雄厚的银行支持 那么这个企业家 他就可以放心的去从事他自己的这个主业 他不需要到市场上再去扑腾 那么这也是跟这个包括一些习俗 大家多年来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惯性 有一些偏好有很大关系 因为德国人相对比较严谨 这种金融市场这种大的波动 可能他在理念上 他也会受到一些冲击 不是很习惯 而美国人是比较自由的 而且美国人的这个接受风险的这个承受的力也比较大 因为创 他就是牛仔精神 是吧 比如说创业 所以美国的这个创业精神 创新精神比较强 这是吻合的 他的自由民主创新 创业这种精神 所以这种基本的文化土壤上 在这种习俗和偏好下面 比较符合市场导向性的这种结构 那么第二问题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影响金融结构变化的一些主要因素 其中首先是一个制度因素 其次呢 第一个是金融创新的活跃程度 第三个就是技术进步程度 第四个是开放程度 那么金融结构的形成我们不能理解为它形成有的不变 形成以后它仍然在变化 在不断的变化 比如美国这次次资贷危机之后 它金融结构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银行业现在发展非常之快 而投行业就是金融市场这部分相对萎缩了一些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它金融结构都在变化 这是关于金融结构的内涵呢 我们还需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理解金融结构的优化 它可以增强金融功能提升金融效率 那么其中 怎么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金融发展 一个它可以通过增强金融业的功能 来提升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第二呢 它可以通过提高金融产业的运作效率 来促进金融的发展 因为结构优化了 那么金融产业的运作效率自然就提升 第三呢 它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 来推动金融的发展 第四呢 它可以通过增强稳定性 也就是避免风险 以及呢 避险的能力 来护卫金融稳定发展 因为在一个良好的金融结构下面 它风险它是可控 并且呢 它有一个内部的 内在的这么一个护卫能力 那么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 或者两个方面来发挥作用 首先是提高储蓄投资水平和资金配置效率 因为在良好的金融结构下面 那么这国家的储蓄投资水平 应该是可以提高的 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动员储蓄 以及呢 提高投资水平 刺激投资 特别是能够优化资金配置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这样显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呢 它可以通过完善服务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 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 这种服务功能应该是全方位的 不仅仅是一个投融资 包括了信息 便利 特别是便利 现在金融机构的存在可以使得这个公众 各种金融交易和服务变得非常的便利 它可以开办多种代理业务 那么包括风险管理功能 可以替企业管理风险 可以替居民管理风险 这不仅仅是风 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事 金融机构都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的金融结构的内涵 那么第六个问题呢 刚才讲了要优化金融结构 才能促进金融发展 那什么叫优化呀 我们怎么来评价一个金融结构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想可能我们需要多视角 多层次的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从要素视角来评价金融结构 那么要素视角最主要是三个方面 就是通过金融机构 是不是多元化的 如果是只有单一 比如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 底下只有一个银行 像我们过去大一统的 我们肯定不能说是一个优化的金融结构 对吧 你就一种金融机构 那你怎么可能去适应 那么多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呢 所以多元化金融机构 包括多元化的金融市场 以及那多种类的金融工具 这个三个指标通常是称之为要素指标 就是金融业 金融体系构成的 构成金融结构的这些基本要素 是不是齐全 第二个视角就是功能的视角 功能的视角最主要是强调金融业的三大功能 投融资功能 服务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 这被现在认为是金融业最主要的三大功能 那么换句话说评价金融结构及其合理性程度 就要看你这个功能是不是发挥到位 如果投融资 大家想想投资的找不着投资的项目 想融资的没有渠道借钱 那肯定这个金融结构有问题 是吧 同样你想要寻求点金融服务 哪金融机构也不给你提供 或者非常麻烦啊 那肯定也不是一个好的金融结构所应该出现的情况 那么包括风险管理 不能有效进行风险管理 那么这个金融结构显然是有缺陷的 这是功能视角 第三个呢就是效率视角来衡量 效率视角衡量呢也可以分层次 宏观和微观 那么通常来说呢 微观层面上我们主要是考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他们的运作效率怎么样 比如说金融机构 你的各种成本费用比啊 你的这个资本回报率啊 这些最最基本的一些指标 来衡量你的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怎么样 金融市场运作效率也是这样 对吧 你的交易成本啊 你的交易的速度啊 便利度 投融资便利度 那么这些都是衡量 微观层面上看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怎么样 而从宏观层面上 更多的啊 不仅要考虑投融资效率 还要考虑货币的作用效率 以及金融的宏观调控效率 那么这是我们说评价金融结构 这些合理性 那么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引出我们中国金融结构 和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 目前来看呢 我们中国的金融结构 有几个非常鲜明的总体特征 首先我们的产业结构 是以银行业为主体的 银行业为主体的 而我们的融资结构呢 是以间接融资和外源融资为主体的 我们的金融资产结构 是以货币性资产为主体的 这些数据我们前面已经都给大家过了 我们在讲金融这个产业的时候 金融体系的时候 对吧 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的那张图 大家看看还记得吧 这个图示当中大家看 我们银行业是最主要的 而且呢 从数量上来看 银行业的金融资产也是主要的 从业人员也是最多的 利润也是最高的 资本也是最雄厚的 那么从融资结构来 因为银行业为主导 所以我们间接融资为主体 从企业来说 几乎所有的我们经济主体 特别是企业 外源融资为主 内源融资能力很弱 所以我们表现在 我们的企业的负债率 非常之高 负债率很高 就它自己 内源融资本是很小 大部分钱都是靠外部融资 那么这样的金融资产结构 也是以货币性资产为主 这也是跟我们银行业为主 是密切相关 因为我们银行业为主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资产结构 是货币性的资产结构为主 刚才讲了我们中国金融结构的一个总体特征 那么首先是银行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以间接融资和外源融资为主体的一个融资结构 以及以货币性资产为主的金融资产结构 那么同时在我们的金融市场结构里边 我们的货币市场是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体的 资本市场是以股票场内交易市场为主体 这是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 那么在开放结构方面 我们也是以外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为主 我们这些年来特别是次贷危机之后略有改善 就是我们的中资金融机构 我们中国的金融资本开始呢 这个往外走 开始往外走 但是目前从总体上来看的 仍然是外资进入为主 那么我们这种金融结构的总体特征 它所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 一个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大 因为我们是银行业为主体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银行业最重要的资产都是货币性资产 所以我们的通胀压力比较大 第二呢 我们金融风险比较高 因为都集中在银行体系 它不能分散到所有的市场参与主体 都集中在银行体系 风险高 而且集中度高 第三呢 现实金融活动当中供求矛盾比较大 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始终得不到解决 第三呢 我们目前的金融功能 还是很弱的 金融功能还是很弱 特别是风险管理功能 包括投融资功能 都比较弱 那么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金融发展层次相对比较低 就是和这个发达国家之间 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应该说呢 中国的金融发展 下一步 很多学者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应该在市场化的导向下 以结构优化为重点来推动我们的金融发展 那么这次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 我们对金融改革呢 也有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们小组同学呢 做了一个准备 对中国的金融发展 以及一些结构化的调整方面呢 有一个准备 下面我们以掌声 请他们给我们 这个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呢